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万众期待 当这场试听盛宴的嘉宾名单公布时 却意外地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在这场风波中 黄宗泽的旧爱朱廷轩成为了发声者 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 对郑秀文演唱会嘉宾的选择提出了质疑 朱廷轩指出 郑秀文在邀请嘉宾时 似乎更倾向于选择来自YOTV一家新星电视台的歌手 而忽略了来自TVB 生梦传奇 节目中的一众新星 以及那些在内地市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歌手 这一观点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朱廷轩的质疑 并非空学来风 作为娱乐圈的议员 他虽非一线明星 但也因多次与圈内人士的高调互动而为人所致 他曾公开表达过对无线电视台TVB某些安排的不满 此次针对郑秀文的选择发声 或许也是基于他对行业现状的深刻感知和个人立场的表达 朱廷轩的质疑 实际上触及了香港娱乐圈乃至整个华语娱乐圈的深层问题 平台竞争与艺人资源的分配 近年来 随着YOTV等新兴媒体的崛起 传统电视平台TVB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两家平台在节目制作 艺人培养及市场推广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这种竞争也直接影响了艺人的选择与合作 对于郑秀文而言 作为一位资深艺人 她的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解读为对某一平台或某一群体的支持 在邀请嘉宾时 她或许出于音乐风格的考量 个人关系的维护或是市场策略的考虑 做出了特定的选择 这些选择在外界看来 却可能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或平台之争的意味 另一方面 艺人的市场定位与粉丝的期待之间 也往往存在着微妙的平衡 郑秀文作为一位在两地都拥有广泛影响力的艺人 她的每一次公开活动都会受到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背景粉丝的关注 对于内地粉丝而言 他们自然希望看到更多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偶像的舞台上 而对于香港本地的粉丝来说 则可能更加关注本土艺人的参与和表现 因此 郑秀文在选择嘉宾时 无疑需要再满足不同粉丝群体期待的 也要考虑自身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方向 这种平衡的艺术 往往让艺人在面对公众质疑时显得尤为棘手 值得注意的是 朱廷轩的质疑还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话题 港人精神与情感共鸣 郑秀文与许志安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情感纠葛 以及她面对挫折时展现出的乐观与坚韧 早已成为港人精神的一个缩影 她的每一次付出和成功 都像是为所有在逆境中奋斗的人们打了一记强心针 在这个看似团结一致的背后 也隐藏着不同的声音和立场 朱廷轩的质疑或许就是这些不同声音中的一个 她提醒我们 即使是在看似和谐一致的表象下 也应尊重每个人的观点和选择 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朱廷轩对郑秀文演唱会嘉宾选择的质疑 不仅是一场简单的网络风波 更是对香港娱乐圈现状 平台竞争 艺人市场定位 以及港人精神等多重议题的深刻反应 在这场风波中 我们看到了不同立场和声音的碰撞与交融 也感受到了娱乐圈背后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 对于郑秀文而言 这场风波或许只是 她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 但无论如何 她都将以一贯的坚韧和乐观 继续前行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这场风波则是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我们是否还能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尊重并倾听那些不同的声音 当然 让我们继续以平和而深入的视角 探讨这一话题 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每一次风波都是对公众认知的一次洗礼 朱婷轩的质疑 虽然直接指向了郑秀文的演唱会嘉宾选择 但更深层次的 它促使我们思考 艺人在公众形象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微妙平衡 每个人 无论是艺人还是普通观众 都有自己的喜好与立场 这些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股力量 推动着娱乐圈乃至整个社会的多元发展 此外 这场风波也再次提醒我们 娱乐圈并非孤立存在 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反映着社会的变迁与人们的情感需求 当我们在讨论演唱会嘉宾的选择时 实际上也是在探讨文化价值的传递 市场需求的满足 以及个人情感的寄托 这场风波或许会逐渐停息 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 却不会停止 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论是郑秀文 还是其他艺人 都将继续在聚光灯下 展现他们的才华与魅力 而我们也将在每一次的观赏与思考中 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个多彩而复杂的世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